OK那我们这样我们先翻到第二页 第二页主要是一些我的background 那我实际上是81年去考大学的时候 当时因为这个有人走后门 所以呢结果把我的档案锁在抽屉里 一直到整个这个重点大学招生结束了 那么才找到我的档案 那这样的话我就以重点大学的分进入了一个普通大学 对吧安徽大学 然后当时其实蛮不开心的 这样就读书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卖力 那真正改变我的就是在83年的时候 当时就是科大四系的那个我们隔壁邻居 就是告诉我其实你可以去考Caspia出国 那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开始认真学习 就是83年去认真学习 那么到了84年的时候去考Caspia 那么当然就是毕竟之前的基础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没有考上 但是这一年的基础呢 就是还是打得不错 所以到了85年就考进了中科大的这个读研究生 当时是跟着二系的张玉恒老师读这个超导物理 那一年还是蛮蛮有成果的 那么后面我实际上主要的工作方法和思考的方法 主要都是跟着张老师学的 就是一直到今天实际上他对我的影响都还是非常深远 所以虽然只在中科大读了一年的研究生 实际上我真正的这个物理基础 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年实际上是真正学到了东西 那么在86年的时候呢 我就自己申请到美国 当时在乔治亚大学读这个Simulational Physics 那么Simulational Physics 基本上就是用这个Computational Method Specifically就是Monte Carlo Method 来模拟这个物理学的过程 那么所以在这个中间呢 就要学这个Computer Science 那么就这样就把Computer Science课的学了 那么在89年的时候就 就drop out drop out我的PhD Program 那这样在中美两个国家 前前后后有八年的物理学方面的训练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就固定了 我的思考和工作的方法和态度 所以这一点呢 虽然我一直在做软件 可是我真正的工作方法和思考的方法 还是一个物理学的一个工作者的一些方法 那么在我离开了之后呢 就是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前前后后在中国和在硅谷 前前后后建立了三个SATA 对吧 就是那么从第一家开始 在01年在北京创业 到08年回到硅谷创业 那么之后退出 再去VMware 又从VMware出来 那么这是第三次创业 那么这次创业呢 这个公司的结构就是既有中国的部分 也有美国的部分 那所以今天这个talk呢 最主要讲的还是一个作为一个个人的经历吧 就是怎么样一步步从这个从一开始 这个这个存在一个学物理的一个人的出身 到最后走到这个创业的一个一个思考的过程吧 可能讲了更多一些 那现在翻到第三页 第三页就是当时这是我对一些观察 就是说就是computer science和物理学呢 它是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差别 就是computer science的话呢 可能更关心的是有数据的结构啊 算法啊这些对吧 它大部分解决问题还是在当时这个计算条件的限制下 去想些办法解决问题 而物理学呢 因为它研究的这些问题都是本质性的 都是这个最原理性的东西 而且它大部分关心的是我怎么发现 怎么去这个有更大的突破 所以通常这个真正物理学的进步都是所谓叫paradigm shift 所以真正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 there is no limit 包括sky is not a limit 对吧 所以这个 所以它这种训练就造成了你的工作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这里边就是paradigm shift这个词 实际上都是物理学家提出的 就是Thomas Kuhn在他那本书叫做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那本书里面提出的这个概念 他就是说这个所谓paradigm shift 就是一种概念上的和一种practice上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而这种通常的这种science呢 它都是在一个framework内部去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来说就是所谓 大部分的所谓这个computer science 都是fall into the normal science activity 就是说它其实是在一个paradigm内部去完成 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Van Newman这个architecture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在这样一个架构下去完成 而物理学的基本的进步呢 实际上都是paradigm shift 当然了这个这种东西呢是这样看的 就是说虽然这个物理学的训练是这样 但是在实际的这个就是business related 或startup related situation 这种innovation它并不是真正的breakthrough 而更多是这个combinational或者transplanting的这样一种innovation 而并不真正是paradigm shift 比如我这里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这个server virtualization 也就是VanWare搞的这套东西 实际上在60年代 在manframe上就已经实现了 它只不过是在x86上重新实现了一遍 这个呢倒不是说VanWare不是一个major breakthrough 或者不是disruptive 而是这就是这种在business里边的这种所谓innovation 和scientific innovation的差别 再比如说mongoDB把自己吹的说这个noSQL 这nonSQL怎么怎么怎么先进怎么怎么东西 实际上这个东西在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在大机里面在manframe上就已经用过了 当时是叫做idms 是computer science在卖 那包括我们现在在经常使用这个wechat 其实你注意的观察 其实它里面的feature 基本上都是从其他软件里嫁接过来 然后这个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好玩的一个就是摇一摇 摇一摇实际上是就是chat roulette 这个软件的核心的功能 那么所以呢就是paralign shift这种东西 当你是在business的这个environment去用的时候 你的seeking不是这种真正的discovery 而更多的是所谓的innovation 也就是更多的是combination 或者是transplanting 比如说从大机移到PC 或者从这个从或者是把几个东西结合起来 那么再讲到paralign shift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在创业的过程中的几个paralign shift 实际上每一个business 我创立的都是基于一个paralign shift 那么我的第一个创业公司 当时是我离开了Avamar这个公司 Avamar呢是这个全球第一个做Data Delibration的这个公司 卡拉的校友可能都知道这个Data Delibration 这个公司 实际上Data Delibration 是在这个Avamar之后三年才成立的 就是当时我们算是一个校友吧 李凯是那个Data Delibration的方程 但是Avamar实际上是远远 是真正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 那么Avamar和Data Delibration呢 当时他们的做法都是说我把Data先backup backup之后after the fact 我再来去de-duplicate 那么呢这个呢就是这个当时这个Avamar的方程是U.C. Irvine 那个Compute Science的Graduate 所以当时是在Irvine 那我当时做的这个Paradigm Shift 主要就是就是提出了几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要after the fact才去de-duplicate 我可不可以在before the fact 我就不让这个duplicated information even coming in to the system 那这样一个思考呢就导致了所谓database block level的incremental backup 那么当时我这个产品从2001年提出到2002年 商业化成为商业化产品 并投入到中国电信的这个计费系统的实际备份 到Oracle真正出这个产品是08年 所以领先了Oracle整整6年 那么当时建立的这个公司叫迪斯杰 现在在北京呢还是在profitable 这个所以这是第一次的一个paradigm shift 那之后呢就是当时因为这个后面合作的 不是跟国内的合作伙伴合作不愉快 我就回到了美国 那在08年的时候呢就产生了第二次的paradigm shift 当时最主要的观察就是 公司经常是大量的去做这种各种各样的database 对吧各种各样的目的 这个数据考过来考过去又很慢 又很痛苦 而且这个这个对人力啊物力的浪费也很严重 那当时我就在想我能不能不去拷贝 也不去去做这些费劲的事 能不能像vmware那样 我就直接说你在屏幕上按一按 我就把数据库提供给你 那这样的话就在08年在硅谷 首次提出所谓数据库的虚拟化 那么这样就奠定了整个数据库虚拟化的一个工业 那我自己建立的这个公司叫Delphix 这个公司呢就是在硅谷成立呢 到了08年在硅谷成立 15年这个公司当时的股指就已经达到 918100万美金就差不多是一个独角兽的规模 那么其中呢在我们其中的一个董事 最初的一个就是Delphix一个董事 08年到09年在董事会上听明白了 09年就自己出去了开了这个ActiveIO 那么呢算是山寨版的我的公司 但是呢他的执行上做的比较好 所以在14年他就做到了11个11个亿美金的这个规模 所以呢这个工业基本上就是这一个paralign shift 就产生了两个独角兽公司 那么我这个最近这次的这个paralign shift呢 主要就是想A数据是你的 你就应该可以自由的使用 对吧就不要受到别人的这个这个制约 所以比如说你像这个30个TB的一个数据库 5分钟你就可以用对不对 而不是要做到等啊等啊等个多少天多少礼拜 对吧 那你比如说你数据库里的数据 现在实时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数据 对吧 而且能够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那么这个大量的数据集 你可以在几秒钟就可以去使用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在想法上就和传统的方法不一样 传统的方法就是说 哦你有这么大量数据 所以没办法吗 那我就堆堆积大量的硬件 对吧 靠这些硬件呢 也许你能够用 也许你不能用 对吧 那么反正你该等就得等 而我基本上是从想法上就颠覆了他这个想法 我我认为这既然是你的数据 你应该你什么时候想用你就用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对不对 那么这样 这样就形成了这个全新的产品和全新的公司 那这个产品呢就叫做这个数据的敏捷化 它有三个核心的这个功能 对吧 在这个三个功能的基础上 而构建了在这个云的环境下 最基本的一个数据服务成 因为这个讲座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来宣传我的产品 而是跟大家讲一下我在创业中的一些思路 所以呢我到 所以我没有刻意去着重去介绍产品 不好意思中间忘了 现在讲到第10页了 讲到第10页呢就是说这里呢 我就因为这个是更多是因为当这个最初的邀请人是 Caspia这个群嘛 所以我讲物理的方面讲到稍微多一些 请大家原谅啊 就是在物理学界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种错误吧 或者一种趋势就是很多人分不清物理和数学的差别 那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比喻吧 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没地图的话 你光有车你是开不到地方 对吧 因为你并不知道你要去哪 所以呢 嗯 你要搞清楚 呃你的 你作为一个物理学家 你应该是在看这个地图 对吧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突破的话 你应该是仔细研究地图 而不是去拼命琢磨你这个车要开的多快 那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呢 就是呃 呃如果你一旦作为一个物理学家 你迷失在数学里 呃其实是蛮可悲的 那么另一个呢就是说呃 其实就是中国在教育上有个很大的缺陷 就是文理分科 那么尤其是中科大呢 基本上没有人文科学 那么其实这个对一个人的无论是个性的发展 还是职业的发展 或者你将来创业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致命 因为本质上来说你要去创业也好 你要去怎么样也好 你接触的首先是人 机器是第二性对吧 如果你不能更好的跟人沟通 呃 那里面呢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历史 而且你要真正想要创业的话呢 其实历史是你的一门必修课 而如果你要在国内创业的话 那么近代史 那么更是啊或者现代史吧 就是更是非常非常必要 我现在讲到第十二页 这十二页主要是我自己在这么多年来 在成长过程中啊 的一些教训和经验吧 呃 第一条就是说呃 你要简化 而简化的越多越好 那么当时我进科大的时候很幸运 就是我的导师张悠恒老师呢 是一个非常强调简化的一个人 所以我从一从这个读业音乐生开始 就很幸运 学会了简化 那么呃 总体来说呢 就是学礼的人通常都没这么幸福 是吧 呃 所以呢就简化你比如说 很多人会化学天竹 比如说一件事情做的挺好的 非得知之夜也加一堆不必要的东西在上面 对吧 那么所以在这点上 你无论是爱因斯坦也好 还是Steve Jobs也好 事实上他在这点上都是做得非常好 那么第二一点呢 就是从这个science出生或者technology出生的人 往往去开公司的时候 他分不清technology和product之间的差别 那么包括我在做第一个公司的时候 就没有分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的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先进 但是作为产品来说呢 呃 因为技术本身很先进 所以产品很先进 但是很难卖 因为他太先进 那么呢第三一点呢 就是这个你怎么去实施这个这个技术 可能跟这个技术呃 比这个原理至少要重要的多 那这个实际上是当时我在IBM呃 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就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那这些东西呢 可能对于一个从science technology出生的人 去创业可能是三个比较重要的点 因为我在别的这个第一次创业者身上 也看到了一模一样的毛病 那现在我在讲第13页 13页呢主要是讲了这个几个问题 就是主要是讲的就是这个 呃对于想要回国创业的人 呃我想澄清几点 这个关于中国的不真实的一些讲法 那第一个不真实的讲法就是你要有关系 你要没关系的话你搞不定对吧 我真实的在中国做过第一个公司 而且现在还在做第二个公司 我们进到了最大的银行 最大的保险公司 最大的电信集团 最大的电力集团 和中国所有的石油企业 对吧 中石油中石化这个中海油 我们都进去了 我可以真真实实的告诉你 你不需要关系 而且呢这个关系这玩意啊 整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谎言 就是说实际上呢 你一见到对方 你不就有关系了吗 只是说你第一次认识而已 大家交流交流不就有关系了吗 所以呢 其实你是根本不需要关系的 而且如果是说你真的发现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一定做错了 那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这个贿赂的事情 对吧 反正我是觉得一个人 如果你在做业务的做生意的过程中 把自己都给卖了 我觉得你也许不应该做这事情 或者更准确的说 如果你发现你真的不得不得不得去贿赂 你肯定做错 你百分之百做错 因为就跟关系一样 贿赂也是不必要 那么我在说你做错了 你哪两个东西会造成你需要关系 需要去贿赂呢 第一 你的产品不咋地 一堆跟你一模一样的产品满街都是 你只是one of the crowd 你并不是one of the only 那第二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你产品不错 但是你的客户不对 你找错客户了 比如说你去找了医院 或者你去找了公安 那么习惯上他们就是要贿赂的 对吧 你要跟他做生意就是贿赂 但是实际上像这种客户呢 其实我一般的态度是说 我伺候不了你 你自己一边玩去 所以现在在讲第14页 第14页呢 实际上就是我的一些思考和一些经验吧 就是说既然创业是很重要的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很认真的去对待 而不是应该说反正我去创 赢了就赢了 输了就输了 对吧 你不能有这样一种形态 那么所以我就提出这个概念 叫Success by Design 就是说 这个孙子你去看他在规划一场战役之前 他是先规划了我怎么去赢 然后才进入这个战役 而不是说我先去Engage这个Battle 然后我就Figout how do I win 所以他提出了这个完整的一个体系架构 对吧 就是道天地法这样 对吧 那么我把它翻译成 如何你去用在商业上 那么这个道最主要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到底是谁 那么天就最主要是回答一个 就是你的时机对不对 你的节奏对不对 那D最主要就是回答你有没有足够的Differentiation 对吧 你在competitive这个landscape里面 你站在什么位置 原则上来说 我个人觉得一个创业公司 不适合去做一个me too product 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做me too product很成功 但是可能那种东西我不太会做 对吧 就是这个可能是个人对一些世界的基本的观点不太一样 那么法最主要就是讲到你怎么样去分享你的利润 对吧 你这个用 它应该是一个体系 而不是说随时去拍脑袋 那最后就讲到一个你的团队 对吧 那么有了这一些东西都你都考虑过 那么你成功的可能就比失败的可能大得多 所以孙子说过叫做圣可知而不可为 他说的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可以去在主观轮动上尽量去保证自己成功的可能性 但是最后会不会取得成功呢 这里面还是跟你的execution有很大关系 那那个部分就更多是需要凭着经验 对吧 所以呢就是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开帆船 那我曾经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夏天 我特意去学帆船 学帆船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实际上做一个CEO 和做一个这个帆船的船长 真的是非常有兴趣 啊那么最后就是我就讲到了最后一页就是说呢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大家需要放松一些 不要把自己太当真 因为呢就是这是第15页了 就是说我就是特意选了这个一张我比较喜欢的一张漫画 那么这个漫画其实呢就是这个漫画家本身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他也是我最喜欢的漫画叫做Gary Larson 那这个漫画家叫Farsight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比较好笑的一个漫画 其实在我们有的时候呢不要把自己太当真 你不当真的时候呢你才会比较谦逊 对吧 你能够比较谦逊呢你才会能够注意去观察 注意去学习 你才真正能够成功 那么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呢就是说也是我年轻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很牛的嘛 你想这个中国大出来的人一般这个牛这方面都是一个最基本属性 对吧 那么经过了这么两个startup以后 那么到这一个的话 可以说我还是真的humble by customer 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发现自己学习和进步的空间就变得非常大 那我这个基本上讲完了就是说我估计我们应该还有一些时间吧 那好像时间不多了 你实际上只用了30分钟 不过没事大家可能可以提问这样的话你再补充吧 好的 讲得很好谢谢你了 好谢谢谢谢大家 我想提醒一下这因为今天这个是两个两个群一起联合举办 那么你提问题的话最好是用这个chat windows 这样的话他可以就是说查理看到了以后他就会回答 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好一些 好欢迎大家提问 这个我可以问问题吗 听得见不可以 听得见 听得见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这个孙子的他孙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五个要素的这个战役的框架 就是作为战役的框架 那么他主要就是 我这样我跟那个微信群里面讲一下 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就是说大家就是想讨论一下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到天地法 这个架构 这个架构 因为他涉及到这个一个国家的国运 所以你这个不可轻易延战 那么但是战争有时有时不可避免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要从一开始我就要去规划这个战役 对吧 我就不能说随随便便打 那所以呢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近代史上我们就有一个实力 就是正好是一个反例 就是什么呢 就是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实际上在事先 李鸿章就是反对 因为甲午战争当时双方的对比来说中国是没有胜算 也就是这场战争根本不应该打 但是翁童和这个家伙呢 他完全不懂得战争 所以呢就是逼着这个 这个一方面挤兑李鸿章 说李鸿章卖国 一方面呢就穿到这个光绪 那么李鸿章呢就在这个没有办法的条件下 就是还是答应了 那所以这场战争的结果 就是彻底打掉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自信 不光是赔款 这种自信的缺失 真正以来说 这种负面影响到今天都还没有 除掉 对吧 到今天你看大部分中国人对自己还是没有自信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就是一场战争一个重要的事情 你是不能随便去做 对吧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孙子提出的这个这样一个一个框架 对吧 那么怎么去规划 他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框架 对吧 就是道 他最主要就是回答这个在在道德这个角度 你是不是有道德制高点 对吧 那么他这个天地这个法和将 他主要是用在军事领域 那我就是把他的这个整个体系呢 转嫁到创业上而已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回答的问题 挺好 挺好 还有你这个你这个话 你这个简直啊 今天是physicist and entrepreneur 你这个physics都没有看见有多少 这个数据故事很重要的 对 我自己因为我自己除了这个在真正在研究生院做过 一些物理研究 我之后从八九年离开dropout以后 我就再没做过物理 所以从八九年到现在我是完全没有碰物理 开启这个公司做得很成功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虽然我这个physicist的数据是非常非常失败的一个physicist 虽然你比这个physicist做得很成功了 你probably比这个physicist 你把这个精华学去了 所以我最主要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虽然我不再做physics 但是我真正的这个思考方法工作方法还是physics这一套 并不是就是我的思考方法工作方法 并不是一个典型的computer science的一个人的思考方法工作方法 而这一点上呢就是这么多年我都是非常非常清楚 这个原来这个科研理工理学 这个和德修大家没听说过这个人和德修 和德修跟我说的就是你要是会做物理的话那你会做所有东西 我觉得这有点困难 后来也有人说 对后来也有人说你要会做这个t-cat 或者是这个就是你说那个simulation 你会做simulation 那也是有人说了做simulation 这话都有点说的过了就是人类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大智慧是通的对吧 但是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所以我特意在这里还讲了一段就是说 学科学的人应该去多学点人文 因为没有人文修养的人就这么说吧 跟人文的智慧比起来或者跟历史里的智慧比起来 科学的智慧就是小智慧真的是小智慧 非常非常非常的狭隘的一些智慧真的是这样 虽然我自己对吧这个学物理学这么多年 但是我真的是接触了历史以后才觉得 人类真正的大智慧不是在这里 对吧 这是 所以我自己是 如果今天如果说我再回到学校 我肯定不会再去拾起物理 我会去研究历史去 你那个数据群有问题的吗 他们到目前还没有 对 因为可能我讲的 因为他们可能更希望我讲 这些跟数据有关的 但我觉得那个东西 因为你这边主要是一些 Cosby的这个 就是都是我们物理学 这个 所以我就没有怎么多去讲数据 可能跟大家距离比较远 对吧 那我就想请你这个开展一下 就是说什么怎么定义为Data Agility 还有你说你的这个Data Base Technology 可以很快的这个抓取数据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 就是我在微信局里面重复一遍 就是这边的话的问题是说 怎么去定义这个数据的敏捷化 那么这个能够实现这样的速度 是怎么实现的 我来回答一下 就是这个数据的敏捷化 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内容包括两块 一块是对数据的这个integrated management 就是说整个的所谓叫集约式的管理 就是说你一个企业所有的数据 我都要能有效的管理起来 那么在管理的基础上呢 然后我可以让你很轻松的来使用 这就是真正数据敏捷化它的内容 对吧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 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你如果是这些数据 你大量的考来考去的话 那么你是不可能敏捷的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这个讲最简单的一个带宽 它是物理极限 对吧 物理的规律 就是世界上有些规律 物理的规律和经济学的规律是不可违反 对吧 那么这些那既然不可违反 你就不能去违反它 你就要在不违反它的条件下去实现 那怎么去实现呢 那就是不要把数据考来考去不就实现了吗 对吧 就是所以它就是个paradigm shift 就是说大家的方法就是说你要用这数据 我给你考一个 你要用一个我给你考一个 但如果你说paradigm shift 你就想我能不能不考 一样给人用 所以呢真正就是技术的实现上 就是尽量去减少 数据的搬迁复制和拷贝 对吧 如果你真的不得不需要去搬迁和拷贝 你只给它搬迁它需要的那一点点 那么这样的话 它不就敏捷了吗 其实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这个整个的思路 确确实实是基于这个paradigm shift 在考虑问题 Ok thank you 我是叫李伟雄 你听听听听听我的问题吗 可以 听得到 Ok我叫李伟雄 我这个不是问题就是一个comment 就是说你刚才讲这个历史的重要性 就是说我现在每天我都有这个这个同样的感叹 那个我记得那个就我一个comment一下就是说 在英文里面他们经常讲就是说 History never repeats exactly but always runs 这好像是Hemingway讲的话 就是 所以我那些我现在是在搞金融 那么对这种政治啊经济啊这方面 特别是现在这个这个政治上经济 做了好多重大的事情 关心这个因为这跟我的工作有关系 但是呢这个我现在就发了好多东西呢 就是说现在现在这个政治上经济上市场上发生了好的东西 而且呢如果你对历史比较熟的话呢 你就发现这个过去的一两百亿里面两三百亿里面 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只不过就是说好多人对历史不是很了解 所以呢他就不知道过这种类似的事情 过了什么 历史上随便发生过 所以呢就不知道这就是说 到底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那现在实际上呢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历史比较熟 你对你出来 你就好像要被历史过去这么发生的 那对你在这个市场里面怎么来应付这个问题 或者怎么准备这个后果呢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呢我就跟你讲这个同感 就是说我就觉得历史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在我现在做这个金融投资 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对 对 其实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同意您的说法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 就是说电脑这个学科里面的这个NoSQL 对吧 NoSQL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在80年代 我们在大型机上就尝试过 后来就失败掉了 失败掉了我们就变成SQL的数据库 对吧 但是呢这段历史呢 现在大部分人是不知道 所以呢当MongoDB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欢呼缺悦觉得 哎呀我们总算不用SQL了 这样哎呀我们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事实上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段历史 所以他当时一出来我就预言他一定会走回SQL 果然现在你看大家都走回SQL 为什么呢 因为这条路我们走过他走不通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知道历史的人你就会觉得那些不知道历史的人非常好笑 对吧 就是大家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哥德讲过一句话 说你现在在思考的问题 500年前都有人思考过 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大家怎么说呢 大家都是怎么说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花点时间的读历史一方面是放 一方面的话呢怎么说呢 也是确确实实实的话 你会少走很多玩路对吧 就包括你看现在很多人对Oracle的一些判断对吧 事实上因为我经历过这个大兴基最后这个历史 实际上你看过历史的人 你就知道这个他的趋势一定是跟他一样的 他不会exactly the same 对吧 但是呢他会有一定的pattern 对吧 这个pattern会非常非常类似 那么事实上因为我当时在美国读这个 我原来在国内其实读超导的时候 最主要研究的就是相变嘛 然后呢到了美国当时读simulation 读的还是相变 所以呢我就一直对这种相变 或者说灾难性的事件 我就比较感兴趣对吧 这个习惯就没改变过 对我跟你讲 我在这个pattern做的也是相变 所以呢我对这个灾难性的问题呢 我也是非常感兴趣 而且做了做了好多数学上模拟 对 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 就实际上那个NASDAQ破就是这个bubble破裂 我当时就做了一个用相变的那个理论做了一个模型 后来就是基本上还能够做出来 就是说我当时就做NASDAQ那个2000年3月份破裂了 好多东西跟相变上非常相近 对 对所以就是所以你就是很多这种东西呢就是说 所以我就就是一个物理学家去读历史 和一个历史学家读历史 角度也是不一样 对 比如说我一直读这个中共和这个就是国共两党的这段历史对吧 所以我更多读的就是还是在研究它里面的一些机制和它的基本动力 对吧 我并不关心其他它的政治含义 这个东西跟我没任何关系对吧 我关心的是它在这个中间的一些基本动力 那这些基本动力和基本的一些方法 你把它抽象出来 其实当你去中国去做生意的时候对吧 它是可以直接用得上 所以就是说我们去读历史和非物理系的人去读历史 它方法也是不同 而且就是我觉得读历史就是如果你能够读的历史 像我现在的读历史目的就是说 很多人用历史的过去发生过的现象 来understand现在发生的现象 这个就是你读了历史 你的身体体会就会更加深刻 是 是 我跟温信群把刚才讲到这个 我给他们讲一下 就是说 刚刚呢在跟这个卡斯迪亚群里面呢 就是讨论了一个就是读历史的一些方法论 那么作为学科学的人的这个人去读历史呢 可能你更应该理解的是 他的基本的动力和他基本的机制 这个具体的这个历史人物啊 或者他的政治观点 其实跟你可能没半毛钱关系 那么真正你如果你能够理解他的机制和动力 那么你才能真正把这种智慧学到你的这里 然后变成你可以用来用的一些智慧 我就make a comment 实际上paradigm shift就是face transition 是吧 是 实际上就是一种face transition 就是 可能是二级相变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级相变 一级相变有点太吓人了 这个中国革命是一级相变 对吧 我们这个革新都是二级相变 这个李伟雄刚才跟你对话的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Crisis in Democracy 他在这个曾经讲过两次 你可以去稍微听一下他的那个讲的大意 大概的思路就是说 好的好的 他实际上也是用这个数学 模型啊 这些去分析社会现象 政治包括政治跟经济 其实就是物理学的这个这个相变的这些理论 其实这个它的应用层面是非常非常广泛 那么事实上呢 我自己呢 虽然离开物理学界这么久 其实对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进展 还是一直比较关心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 我自己还没有用上这些东西 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它本身 就是真正对这个热力学的这种 其实热力学真的是里面是大智慧 不要把热力学当成是一个物理东西来研究 你就当成它是一种群体行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自然规律 研究的时候 其实它真的是人类的大智慧之一 嗯 知道了 对 Stock market crash也是一种相变 对好像我记得有两个日本的物理学家 有一篇论文 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这个Stock market crash 是二级相变 嗯 然后当时我记得他们还用那个S 就是那个Stock 他用的是哪个 忘了 然后他用那个数据其中还算出来 就是说能够在5分钟 就在这个crash发生的5分钟这个window里面 嗯 你可以看到这个相变的发生 嗯 所以那么这个我认为还是挺有意思的 当然了这5分钟这种window大概对hedge fund有用 对吧 可能对普通的investor是没有用 嗯 对吧 我问一个问题啊 这个 你对这个好像对Oracle很理解 了解的很多 那么你觉得它这个cloud transition怎么样 对啊 try to make a evolution into the clouds 嗯 就是我到微信群里重复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这边的话呢 就是问题是说 就是Oracle的这个cloud transition 这个我的观点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这种 Oracle Cloud呢 是Oracle的一个战略 也就是说他很清楚他自己的生死存亡 在此一战 他如果这一战失败了 可能Oracle就会从此走向没落 Oracle呢 他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战略就是他的12C 12C如果这个12C推出到现在呢 实际上整个市场的反应其实非常冷淡 那所以其实呢 Oracle它是非常非常着急的 所以呢我判断他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 来推动这个12C 但这种东西吧 就是市场呢 它有市场的规律 就是说有些东西并不会以一个厂家的意愿为转 也就是说如果是说他在这个产品本身 确实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强推 这个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也就是说 就是理智的来看啊 不要带任何感情色彩 我认为他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要大 Oracle但是Oracle就是说前一周 他的earning很不错 那个我看到他的cloud revenue 这个都增长了很快 然后他是这次好像现在cloud revenue 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就是说 他的cloud revenue 就是说要比那个 好像要比salesforce也大了 但是对他来说 对他公司本身 因为他的公司的revenue很大 所以他的cloud revenue 跟公司的本身的revenue 比进步是很大 但是他他已经把好比 已经一个traditional pure的cloud的公司的revenue 都已经大了 所以我觉得他好像 这个就是在market上面 好多公司 对他的这种 产生性从那个on-premise software 就是为了变成cloud 那个cloud software 好多公司好像还是比较接受他的 你觉得我这种 我这种认为对不对 我那时就是每个季度 我就听了听他一次 因为Oracle是我们公司 就是我们的一个investment 所以呢他每个季度 这个earnings conference 我都听但是呢 我听说好像 至少他的cloud上面的revenue 就是growth 还是挺可观的 我想听听你这方面的意见 就是这边Caspian群里 问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从Oracle的这个云方面的 这个营收来看 他应该还是市场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这个问题呢 你要对比来看 就是相对于像这个 亚马逊或者对于微软来说 其实这个Oracle在云的布局上 起步有点太晚 所以他现在这个落后的局势 他想要去扭转 其实不容易 那么本质上来说呢 我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传统的这种企业软件公司 他本身的成本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 那么呢这种不合理的成本结构 导致了呢他在这个收取费用的时候 不得不去提出一些完全不合理的要求 那这样一个东西呢 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他是不可能持久 他短期呢 他一时扮回你可能看不出效应 这就是中国老话说的叫百足之存 死而不僵 但从长远来说 这样一种经济模式或者business model 他是不可维持 那么这里我也 这个relate一下 就是大数据群里边 有一个叫高才这个一个同学就问 就是说历史向前的动力是什么 那么我简单的回回答了一下 就是我认为历史向前的动力就是两个 一个是利益 一个是创新 对吧 一种就是在没有这个创新的条件下 一种利益的不断的再分配 造成历史在不断往前走 是不是往前走不见的就是 对吧就是好事情 往前走有时也是坏事情 对吧 但是呢历史是一直在往前走 是好是坏这个 是历史关心事情 对吧 他自己就是一直往前走 对吧 这段话没在微信群里讲 就是说历史呢 它总是要往前的 但是往前是不是好事 这个事实上历史本身是不在乎 好和坏都是某个利益集团 从某一个利益的角度去看的这个问题 我再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提的很 你说的很有道理 关于这个创新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software industry 这个open source 是一个new force 是一个创新的模式 回到Oracle的话 我觉得它在这个方面 落后的很多 那么定 你可不可以 make some comment about the open source how it is bringing new innovation to the the general market 因为你看现在 Google啊 Facebook啊 他们做了很多东西 都you know open sourced you know try to attract the talent 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open source 这个movement 本身的话就是它的 就是我对这个open source 有没有什么comment 首先呢 我认为open source 它本身确实是一个 其实open source 这个事件本身并不是新的 其实从80年代开始 当时叫public domain suffer 实际上就开始有了 但是真正形成今天的这种规模 和这么多公司commit resource 去做 确实是比较新的 那在这里边呢 这个Oracle 是在这个社区里是名称最差的 最差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它并购的这个并购上以后 把上的大部分开源项目都干掉 那么所以呢 它在这个整个这个开源社区里本身名称 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就是开源是一个大的趋势 而且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它对整个这个软件工业的震撼 是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那么试图去抗拒它 或者去毁灭它 这样一些行为 实际上都是如果用中国话来说 就是躺壁挡车 它实际上是挡不住这个趋势 这个趋势它本身是个大趋势 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开源作为一个趋势 它还是在它的这个婴儿期 它还没有真正完善 所以其实前面应该怎么走 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探索 但是这个探索本身应该是非常革命 非常进骨 也就是说它最后有可能成为 尽量去解放个体的一个非常革命的动力 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大公司 如果想来去控制的话 我觉得它都会把自己弄得粉身碎骨 而不是开源本身的被粉红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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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d like to make a comment basically I because I came to the US in 86 and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is Richard Stallman right, you know he was a MIT professor and he actually is I consider him the forefather of the open-source movement I believe that in, you know, after this almost, you know, 30 years and I believe this movement already expanded beyond the software industries because you see the, like the, you know, Raspberry Pi that is a hardware, it's open-source and you probably will see in some other industry I believe, you know, like the, you know, education like the Khan Academy it's also open-source, you know, all the major universities put their courses online so I think that this is really a trend that is go beyond the, just a particular industry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just a lot of open-source things that are more successful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Microsoft Office Microsoft Office I think they're in Office software they're not open-source, right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open-source things that are in office but basically they don't have to pick up business users and also I think that the iPhone Apple operating system, this is not open-source, right but Android is open-source, right and Android is open-source, but Apple is still very popular still very successful and I think that for me, like my users I think that if there is no Microsoft Office that software, I don't work at it 但是就说 所以呢我觉得 for some reason 就是像这种 Microsoft Office 这种东西 就是它不是很 不是open的 但是呢 它能够capture 像我这样的business user 就是 我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 就是我 首先我自己的公司 不是开源公司 对吧 所以呢 所以我也是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说 开源并不是 一定是 就是大家都必须 去做的事情 我自己就不做 但是同时呢 我也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开源是个未来 就是包括我的 我一直也是在很认真思考 就是我要怎么去 符合这个趋势 而不是去抗拒它 至于说这个 怎么说呢 至于说这个 至于说这些 像微软这个 这些软件呢 事实上是有它的开源的 alternative 叫open office 我自己也用 我这两个都用 我买了office的license 但是我也用open office 其实它两个在 对于正常 普通人的使用来说 它那个开源版 已经跟这个微软 没有任何差别 而且在某些地方 它还有各有特色 各有千秋 所以呢 我倒不是说 因此大家就应该 放起office 对吧 但是这是开源东西 越来越成熟 这已经是个现实 那么例如 比如说 对于oracle来说 就是它的核心的这一块 它现在就面临着 postgres 的这个 postgres SQL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不管它愿意承认也好 不愿意承认也好 这都是个事实 好 谢谢 yeah OK Go ahead 数据群里边 就是也跟我同一集的一个 科拉校友问了个问题 就是说 没有几家的数据库在用VM oracle现在出手 实际不晚 关键是技术是否成熟 就是数据库需要大内层的时候 再用虚拟化技术 是否合适 说databasing memory 要的内存就更大了 动不动就ET的内存 怎么虚拟化 对吧 其实呢 就是说 这个问题本身 这个数据库的虚拟化 并不是内存的虚拟化 在这点上呢 就是说 我觉得 唐师兄 你的理解 可能和 我实现的机制之间并不是完全吻合 而且呢 就是这个内存数据库的虚拟化 其实就更必要了 其实比这个 比这个非内存数据化更必要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你在大量的使用内存的时候 你怎么去协调这个资源的管理 其实是非常非常必要 至于技术实现嘛 反正就是 现在你想这个 几个T的这个机器 现在就可以买得到 对吧 一个T根本就不算什么大内存 所以你看数据群里面 问的问题就比较是 这个数据方面比较技术问题 所以就是跟这个 Casperia群 就是差别还是比较大一点 对 互补互补 互补 对 对 希望希望那个穆兄以后 跟这个物理界多合作吧 对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那个Charlie的精彩报告 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回来 好吧 我们介绍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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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